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2%的弱势家庭有房子住 而台湾的社会住宅比例 和世界各国相比也差非常多 因此住的问题越来越急迫 绿营提出只住不买的社会住宅 8年内要盖20万户 未来弱势者及年轻人 可能可以用市价3-5成的租金 住进社会住宅 另一方面 蓝营则提出想买就买的公民住宅 强调要让想买房子的人都可以买得起 未来所有人都可以用市价3成至4成的价格 买到房子 绿营则打算推动都更 除了能够预防灾害 都更后的房子也将挪出10分之1 作为社会住宅 这三个政策都要盖新房子 但是我们的国库还有钱吗 而且台湾目前有85万户的空屋 我们真的还需要盖新房子吗 到底谁的政策有真的对症下药 选命 你看清楚了吗 更多精彩剖析 请看天下杂志经济有解专栏 帮你看清总统候选人的证件 请看天下杂志经济有解采访